在电影《黑鹰坠落》中 有这样一幕经典桥段 手持RPG的索马里民兵 通过射击黑鹰的围奖 让直升机陷入不可控制的旋转状态 从而让飞机坠落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 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呢 要搞明白直升机为什么要有围奖 以及为什么在失去围奖后会陷入旋转 就要弄明白直升机的最基本原理 在直升机上 头顶上的那个一般被称为主旋翼 在设计中 它们一般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旋转 为直升机提供向上的生力 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主旋翼往一个方向旋转 所以旋翼就会产生一个反作用扭矩 作用在机身上的表现 就是机身会向旋翼转动的 相反方向进行转动 这时如果要抵消这个扭矩 就需要在机身最远端施加一个力 或推或拉 就可以抵消主旋翼的反作用扭矩 让直升机可以正常向前飞行 当围奖被破坏 抵消主旋翼反扭矩的力消失 那直升机就会陷入旋转坠落的境地 那么究竟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让直升机免于这种情况呢 其实也不难 旋翼的反作用扭矩所导致的旋转和偏航 并不是直升机上预见的问题 在螺旋桨固定翼飞机上 航空器设计师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 因为旋转的螺旋桨会导致飞机在长距离飞行时 顺着螺旋桨旋转方向而偏航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能发现在一部分单螺旋桨固定翼飞机上 它的尾翼是偏转设计的 就是为了抵消螺旋桨产生的偏航力距 而另一种方法则更简单 那就是设计一种双引擎飞机 用两个螺旋桨 比如P38闪电 BF110 文士等 它们的两个螺旋桨旋转方向都是相反的 这样一来 螺旋桨旋转所产生的偏航力距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但双引擎设计也并非没有缺点 它的缺点就在于多一台引擎就多一分重量 所以后来设计师们就想出了 在固定翼螺旋桨飞机上 同时使用两个方向旋转的螺旋桨 这也就是包括 唐俄反潜机 图95轰炸机在内 多种螺旋桨固定翼飞机使用的 共轴反转螺旋桨技术 既然共轴反转螺旋桨技术 可以运用在固定翼螺旋桨飞机上 那自然也就可以运用在直升机上 在这之中 苏联的卡莫夫设计局 是共轴反转直升机螺旋桨设计的权威中的权威 卡莫夫设计局的设计师们十分清楚 在禁地火力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 想要使用传统设计的直升机 比如米二四磁路 在多次任务中幸存是绝无可能的 因为违奖是一个永远绕不开的防御弱区 最要命的是 偏偏这个防御弱区 还无法用厚重的装甲来覆盖 所以卡莫夫开始了另一条道路 那就是使用共轴反转螺旋桨技术来设计直升机 当两个主旋椅同时朝两个方向旋转时 螺旋桨的反作用力扭矩自然就被抵消了 而且这样一来 直升机只有主旋意识弱点 通俗来说 即使是整个机尾都被打下来 也不影响这飞机接着飞 而卡莫夫的武装直升机 生产契机也是阿富汗战争给的 在1979年开始 一直持续了9年的苏军侵牙战争中 原先为大规模战役突击所准备的苏联航空单位 在战争中的表现 可谓是一塌糊涂 尤其是米二四磁路 经验证明 他的载原舱设计完完全全是一个错误 所以苏军决定开发一种全新的直升机 先不说量产 至少可以作为技术储备 为将来随时替换米二四做好准备 而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卡莫夫 卡50黑鲨的由来 1984年 西方首次报道了这种 使用共轴反转螺旋桨技术的直升机的发展 在测试之中 卡莫夫的设计师们发现了一种 比米二四更轻巧的布局 这主要归结于 在苏联的武装直升机使用理论中 武装直升机不作为树梢的坦克杀手使用 而是一种悬翼式攻击机 所以 在1985年至1986年的操作测试中 卡莫夫的设计师们发现 如果按悬翼攻击机来设计直升机 那么直升机飞行员的工作量 与攻击机或者战斗机飞行员的工作量相似 他们基本都可以一个人完成导航 搜索 攻击 脱离的任务 而直升机前座基本只负责机头内门 可以旋转的机枪的操作 因此 当去掉前座武器操作员时 设计师们就得到了一种真悬翼攻击机 而由于去掉了武器操作员 所以配书给他的第二套飞行操控系统 前方的旋转机机枪 以及座舱的装甲 都可以被去掉 一来二去 卡莫夫获得了一种超级无敌 轻量化的单座武装直升机 它被称为卡莫夫V80 而在1987年12月14日 苏联部长会议下令生产 这种全新的攻击直升机 而V80也获得了自己全新的名字 卡莫夫卡50 卡莫夫卡50黑鲨 是一架苏联俄罗斯单座攻击直升机 具有卡莫夫设计局独特的 同轴悬翼系统 它设计于1980年代 并于1995年在俄罗斯军队服役 在设计之初 它的设计理念被确定为 具有全副武装的侦察直升机 并且非常稀有的是 这种直升机及其变体拥有配备给成员的向上弹射座椅 这在直升机中极其稀有 V80也就是后来的卡50 设计始于1971年的卡莫夫直升机场 该计划由设计局局长 首席设计师谢尔盖米赫耶夫负责 最初V80设想的主要战斗场景 是通过与敌机作战来掩护战场上的地面部队 因此它被设计为拥有一门固定机炮 以及空对空导弹的直升机 1976年为了回应A164阿帕奇赢得的美国攻击直升机竞赛 苏联高层从米里设计局订购了一架类似的直升机 卡莫夫设计局提出开发另一架同级别的直升机 因此苏联高层顺水推舟 宣布了两个设计局之间的竞标 和其他卡莫夫设计局的直升机一样 卡50采用了卡莫夫设计局特有的同轴对转悬疑系统 该系统消除了对违奖的需求 这不仅可以提高直升机的生存性 还变相提高了直升机的机动性 因为没有违奖的存在 直升机的机身可以设计的更短 在机动中的惯性更小 可以更快的从一个机动动作转入下一个动作 它可以更高效的执行诸如死亡漏斗 横滚 摇子翻身等机动动作 并且省略了违奖 除了省略了整套组件的重量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那就是节约了发动机的功率 在传统设计中 想要让违奖抵消主旋翼扭矩 那么违奖基本上得分掉发动机的20%到30%功率 现在没有了违奖 这些功率可以全部交给主旋翼 让直升机表现出更夸张的机动性 另外卡莫夫设计局的一贯设计风格 是在直升机设计上留有相当程度的生存性荣誉 在卡50上也不例外 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可以让机组向上弹射逃生的直升机 它安装有K3780弹射座椅 为了避免向上弹出时 螺旋桨把飞行员脑袋削掉 当飞行员拉动弹射手柄时 第一步动作并不是启动弹射座椅 而是启动在螺旋桨叶片四周预先埋射的导报锁 这些导报锁会切离螺旋桨叶片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 它们会四散飞射 为飞行员让出头顶的道路 接着飞行员才会被弹射出舱 因为特殊的弹射手段 所以K37800也就有着相当严格的使用限制 它的弹射速度需要在90至350公里每小时之间 弹射高度范围是0到5000米皆可 并且由于弹射第一步是炸飞螺旋桨叶 所以在弹射时 周边的友军也必须距离它一段距离 免得被叶片打下来 在武器方面 卡五零可以装备基本上所有的 俄罗斯现役直升机武器 其主炮是一门BMP-2部战车上使用的 300毫米2A42自动炮 由于30毫米炮后座力过大 所以它并没有安装在机鼻下方 而是安装在了机头右侧 采用半刚性安装 极大抵消了后座力 保证了射击精度 缺点就是 这门自动炮并没有前半球的射界 仅具有向下以及向右偏转一些角度的能力 灵活性较低 但由于卡五零在射击中就是悬翼攻击机 所以这种困难是可以被忽略的 卡五零的机身两侧具有两个短翼 短翼末端是升级过后的干扰弹 薄条抛洒器 短翼下具有四个挂点 可以悬挂包括激光制导反坦克导弹 比如在两个挂架上 各安装六连装涡流反坦克导弹 或者激光制导版本的攻击反坦克导弹 必须注意的是 卡五零能且只能携带激光制导 或者无制导武器 不存在第二种制导模式 这还是因为其悬翼攻击机的特殊设计 它的机头设计类似于米格27攻击机 具有一个向前的复合光电系统 具有白光通道以及激光制导通道 这也就让其制导武器使用范围相当有限 激光制导几乎只能引导处于机头正前方的目标 因为角度无法被引导 在对付集群目标时 还可以携带火箭巢 所有挂架都具有向下倾斜10度的能力 以补偿直升机平飞时武器的扶角 而且这两个挂点还可以携带副油箱 以延长作战半径 四个挂点总计可以携带两吨武器 卡50是整个家族中第一个型号 但这个型号只有骤尖作战能力 前世光学设备也只有一个可以放大的白光通道 所以第一个改进版本被称为卡50N 是家族中的夜战全天候版本 最开始 卡50N打算配备低照度电视系统 由于缺乏资金 该系统吃到 并遇到了可靠性和能力问题 因此重点转向了前世红外系统 最终这个计划诞生了两个变体 第一个是没有更改外形 而添加了夜战能力的卡50N 而第二个则是安装了和欧美直升机一样的 球形光电转塔的卡50SH 它的特点是 SAMS的50光电系统安装在机头下方 直径为640毫米的球体内 而原先的白光通道和激光制导系统 则被向上移动到了鼻锥中 因为苏联的解体 基本上所有的被划分给俄罗斯的武器设计局和制造厂 在20世纪最后十年都忙于自救 卡莫夫也不例外 卡莫夫设计局在解体后 积极参加了各种航展 向世界推销自己的卡50 1997年 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与卡莫夫合作 在土耳其设计竞赛中提供了卡502爱尔多安 获得了价值40亿美元的145架战斗直升机的合同 卡502是卡50的串联驾驶舱变体 它的特点是以色列制造的 现代玻璃化驾驶舱舱航空电子设备 和炮塔安装的折叠式30毫米加农炮 而不是卡50上的固定加农炮 它具有经过实战验证的航空电子设备 和先进的反坦克制导导弹 具有高水平的战斗力 土耳其直升机项目招标 可谓是大牌云集 包括欧洲虎 AH-64阿帕奇 A-129猫幼在内的多种武装直升机 都参与了竞标 卡莫夫设计局能杀出重围 表明了卡50的技术水平相当过硬 但遗憾的是 因为财政问题 土耳其最终选择了更便宜的 AH-1超级眼镜蛇的改进版本 而非卡502 项目也随之流产 最终级版本的卡50则被称为卡52 虽然它们一个被称为黑鲨 另一个被称为短吻厄 但实际上 两者是同一个蓝本下的不同变体 在1980年代初期 卡莫夫设计局就意识到了繁杂的工作 以及卡50拥挤的座舱 很容易让飞行员在抵达目标之前 就因为繁琐的导航和索迪工作 就把自己干红温 所以卡莫夫设计团队提出了一项建议 即开发一种专用直升机 以进行战场侦察 提供目标指示 支持和协调 基于卡50机群的攻击行动 改装后的黑鲨 需要第二名机组人员 来操作光电穴雷达侦察套件 卡莫夫决定 使用并排座位安排 这种双座版本被命名为卡52 之所以使用并排双座 而非纵列双座 是因为在引导任务中 正副驾驶需要经常沟通 为了副驾驶的脖子着想 并列双座显然是更好的决定 与原来的卡50相比 卡52有一个新的天线罩 带有用于瞄准的机头安装雷达系统 这使得卡52的机头轮廓更圆 昼夜电视热瞄准系统 安装在机头下方的球形炮塔中 卡52具有原始卡50的侧挂式加农炮 和卡50不同的是 它有6个安装在机翼上的挂载点 而不是卡50的4个 为了保持重量和性能 与卡50相当 卡52减少了装甲和加农炮弹夹 进弹的容量 此外 因为多了一个人 一些飞行参数也恶化了 爬升率从10米每秒下降到8米每秒 最大正在和细数变为3.0G 通过安装新的VK2500发动机 大多数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相比起卡50 卡52是一种全天候直升机 可以在白天 夜间和恶劣天气条件下作战 卡52也有数个变体 分别是出口到埃及的卡52尼罗厄 配备了新的OES-52光电观察和激光瞄准系统 以及Airblade-52双波段相干脉冲雷达 下一个改型被称为卡52K 是一种舰载型短纹厄 很显然 这种直升机是为了俄罗斯当初订购的 西北风级两系攻击舰而改装的版本 它的特点包括折叠悬疑叶片 折叠机翼和加固起落架 由于它的机翼比陆基变体的机翼短 因此卡52K只有四个武器挂架 而不是陆基卡52的六个 最终一个版本的卡52被称为卡52M 和最新的米28NM一样 卡52M也是一种基于老机体的最新改进版本 卡52M所体现的升级 包括现代化的GOES-451M光电瞄准炮塔 驾驶舱人体工程学改进 适应夜视仪的仪表盘等 这个版本也可以发射产品305导弹 作为一种卡50的深度改进 卡52广泛地参与了俄乌战争 2022年2月24日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初期 至少有一架俄罗斯卡52直升机受损 但能够自行降落 3月2日 一架俄罗斯卡52被地对空导弹击中并迫降 3月12日 乌克兰军队报告说 一架尾号为RF-13409的卡52 在赫尔松附近的新米克莱夫卡被击落 乌克兰官员于2022年3月16日声称 编号为RF-13411的卡52 在乌克兰一个秘密地点被击落 提供了机身残骸的镜头 2022年4月5日 社交媒体上出现的镜头 似乎显示一架悬停的卡52 被乌克兰的斯图干P反坦克制导导弹击落 紧接着5月1日 出现了另一架卡52 使用斯图干P反坦克制导导弹被击落的镜头 6月4日 乌克兰第128山地旅报告说 一架俄罗斯卡52在北部被击落 据乌克兰官员称 这架直升机是被Mampadis击落的 6月27日 另一架直升机被英国制造的Mantelet-Mampadis击中 迫使其降落 8月15日 乌克兰军队损坏了一架在顿涅茨克州飞行的俄罗斯卡52直升机 自2023年2月24日开始入侵以来 至少有33架俄罗斯卡52被击落 虽然卡52的共轴反讲生存性能的确很强大 并且它的装甲也宣称可以抵挡住12.7毫米机枪子弹的打击 但直升机终究是一个精密的系统 有些部分 比如机尾 即便被打断 也不妨碍卡52继续飞行 但如果有任何碎片在关键部位击中直升机 那么它将会立即瘫痪 它虽然可以在这种情况下保护成员 但绝对无法继续飞行 这也是在现代环境下武装直升机的脆弱性之一 但目前来说 如果有何种直升机可以改变这种脆弱的方式 也就只有卡50或者卡52 因为这是目前世界上实战经验最多的直升机 如果有什么改变 那就只能让它来解决了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视频见